提升免疫力最有需要的方法是什么 运动吧 睡觉 适当的运动就能够让你体内的这种 肌肉关节的炎症降低 达到一种健康态 通过你的运动也能够培育你体内特定的双咬军群 你运动那一刻累的那种折磨 在你运动完了之后的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是可以补偿你的 天一报一台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各位好我是香飞 为您请到的是华大集团的CEO 尹叶老师 尹叶老师好 消费同学好 运动能够对抗一些心情的抑郁 这个我们之前其实聊过 但是运动还能够抗击体内的炎症 这炎你可能不知道 因为我们往往说运动过度了导致肌肉发炎 关节出现问题 但其实这里告诉你 适量的运动是能够帮助你抗击这些炎症 那请叶老师跟我们分析分析 这个我们在新冠这段日子里面 人类以为好多时候只能是隔离 所以有非常多的一些有趣的验证都做出来了 比如说以前长期运动的 现在不运动的 比如说以前没觉睡的 现在天天睡 就做了好多这样的研究 我们后来发现提升免疫力 最有需要的方法是什么 运动吧 睡觉 睡觉啊 我想运动 睡觉 就是说实际上 你要想打疫苗之后抗体高 除了打两针打三针打四针 这是一个 第二个睡好觉 因为在睡觉的过程中呢 实际上你在养兵 你的这些细胞就等于说状态都很好 粘系统也在修复 在修复 不能他长期熬夜等等 这是一个 那么想改善心情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运动 对是运动 那当然这个运动是一个综合的结果 它怎么能改变心情 什么是心情 之前你讲过就是化学元素嘛 不就是多巴胺啊 内口态啊 这些东西啊 它很多还是跟脑肠轴相关 所以其实运动抗炎的这个关键点 又是影响到了肠道菌群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多巴胺也好 内口态也好 它不是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吗 你的心情是一种感知嘛 可是抗炎这炎症 其实就是在于你如果有炎症的时候 你的大脑就会收到很多不好的信号 心情也会不好 你的心情就会变得不好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 我们现在知道了 比如说脑肠轴 现在也有说高肠轴 就是高丸跟这个东西也有关系 这是症还有关的 有关系 现在就是越来越 甚至脑肠轴 大家都开始 最后你会明白一件事情 原来人类就是一个整体 你把它看出来一个个器官 那是因为你原来没整明白 就这个意思 我们之前聊过一期节目 是说你肌肤触碰到这种光滑皮肤的感觉 能够让你变得更美 所以有些化妆品是改善你手自己 摸自己皮肤的那种光滑的触感 所以这种感受本身 对人的肉体是能够有改善的 没错 我们就说了今天这篇文章 这个文章本身是发表在 这个叫Gut Microbi 就是肠道菌群 发音过来就是这个 运动是可以使关键炎患者 这个好弄吧 就关键炎 那么产生高水平的大麻素 产生大麻素了以后 借到肠道菌群 来产生大量的抗炎物质 从而让你这疼痛就降低了 78名关键炎患者 年龄大约45岁 太小了也没什么关键炎 同时就分成两组呗 38个运动来 40个不运动的 前一天晚上开始进食 就是不吃饭 因为必须该遇到 这些饮食当中的这个东西 最短的进食时间 是达到了差不多半天 11.5个小时 然后就分别去测你们肌线的 这个相关的这些 血清当中的这些物质的一个量 运动组结束以后 同时再比 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最后发现 运动组当中的短链脂肪酸 显著高了 有几个酸很重要啊 钉酸 饼酸 益钉酸 对 他们叫短链脂肪酸 对 1.7倍 3倍和1.1倍 就是这样 比你不运动那种都高了 这几个酸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我们吃淀粉会变成糖 就是把它变成这种单糖 葡萄糖 包括吃水果的果糖 我就吸收了 吃肉会变成脂肪酸 吃蛋白质会变成氨基酸 吃脂肪会变成脂肪酸 这几个都是脂肪酸 比如钉加一饼钉四个碳 饼酸就是三个碳 就是俗称的好脂肪酸是吗 不是 这个还不能这么讲 我们那个说的 其实是顺势反射天然 这里讨论的是 对肠脏菌菌有益 对人体有益 就短链脂肪酸 被证明是有全是抗炎的作用 尤其是钉酸 所以我们以前是说 钉酸赶菌 我们讲了这么多期 反复在讲 盐酸小波碱 就是黄联素 为什么能引起糖尿病 就是因为诱导这个 因为钉酸只要被诱导起来了 抗炎就好了 那么对肠道的内皮来讲呢 它的这些上皮细胞就开心了 因为它的炎症被抑制了 通动性就变好了 所以你各方面指标就都会好 所以产生短带脂肪酸 越多就越好 那这就是第一个结果 运动不运动之后 确实发现 我们就看钉酸 这一个指标就知道 抗炎性能加强了 因为钉酸 它是跟肠道菌菌相互作用 是吧 然后最后导致我们的炎症的消退 那么钉酸可否通过 直接用口服的方式摄入呢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这就是在于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的确是可以 把老鼠关在那儿 就给他喂这个东西做了 但人太复杂了 我几乎不相信 能开发出任何一个东西 人什么都不干 你吃的东西就能达到一个效果 因为人体自己就会找到 找到其他的旁路 就给你解决掉了 他们为了让这篇文章 更有说服力呢 同时又做了一个健康对照组 就不是关键员了 一共就35个人 那么年龄大于18岁 同样也不做任何运动 然后收集他们的血型 要本来做测试 结果发现 刚才那组关键患者运动组 做完了以后 他的这个钉酸值 比健康组的值 差不多也要高到一倍 而且他们只做多少的运动呢 其实只做15分钟的运动 就能产生大量的抗烟物质钉酸 即便是年龄大 亚健康 但是你做了运动 产生的钉酸的量 是比那些年轻的健康态的朋友们 还要多 那些人不运动啊 虽然年轻健康 对 同时呢 还发现了 他们血型中还有大量的 我们叫促炎因子下降 比如说 他的这个 IR13 还有IR4 我们说这种 促炎因子 就会它促成炎症的 都比对待组下降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这就证明了运动确实是能够产生 第一个是抗烟 从而降低了你的促炎 所以你就没那么疼了 所以这篇文章读完了之后 我们找到了就是你日常的运动 每天走个七八千步 这个非常有帮助 哪怕你不是那种大汗淋漓的运动 适当的运动 就能够让你体内的这种肌肉关节的炎症降低 达到一种健康态 然后呢 他们又再往上去追 这个文章还没完 丁酸是谁产生的 丁酸 我们不是吃东西之后 然后导致肠道菌 但是我是切五个五个 四个四个六个六个 还是一个一个 这是肠道菌群干的 所以这个过程中 就因为运动产生了大量的异生菌 所以他们会产生更多的丁酸 然后他们又分解丁酸 又吃丁酸 就人体如单颅嘛 所以我们原来认为 肠道菌群是跟我们的饮食培养出来的 但其实现在告诉大家 通过你的运动 也能够培育你体内特定的肠道菌群 是这样子 所以整体来讲呢 就是你运动又可以使我的丁酸含量高 诱导更多的肠道菌群 同时我的看因子上升 我的蹿因子下降 所以运动就最终实现了降低疼痛的效果 总之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我们所说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迈开腿 这不一定是腿了 你游泳也行啊 游泳也没问题 动起来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这个阶段的人 我周围好多的朋友告诉我抑郁 最后怎么好了 运动 把运动当药用 有些人跑马拉松 因为太痛苦了 还不如 就运动承受的折磨 要比他平时在那边呆着长长的折磨 还是要舒服太多了 你运动那一刻累的那种折磨 在你运动完了之后的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是可以补偿你的 不仅仅是大麻素 还有内斐态 那是一种奖励成就的物质 我还是说 不要紧活在多巴胺的世界里 那是奖励刺激的 奖励刺激 一旦超过预值 过段时间就没意思了 但是奖励成就 是达成了以后 会循环迭代奖励的 所以上帝啊 就设计我们这个 应该说大脑太精密了 我们这个垂体 我们这些能够分泌 各种各样这些激素的这些线体 太厉害了 一念成佛 一念成魔 你也可以一直按照魔鬼的方式 天天追求刺激 你也可以按照佛祖的要求 不断让你去修行 全看你今天 以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来对待自己 看完节目 大家赶紧运动起来 感谢观众今天节目 下节目时间 我们再会 好 大家刚才看了一个片子 这个片子呢 其实里面讲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们上午再三给大家讲的 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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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片子当中 大家是不是对他有了一定的认知 还有一个 炎症 这里边所说的炎症和炎症因子 其实就是我们上午强调的慢性炎症 急性炎症没这么复杂 急性炎症是什么引起的 细菌引起的 对吧 细菌引起的炎症很简单 杀灭它 你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青霉素 抗生素 头包 等等等等 这个些药物呢 在大家心目中针对细菌性炎症 非常简单 这些其实恰恰是叫做靶向性治疗 为什么会谈到一个观点 人类按照一个一个器官去看 其实没有把自己理解清楚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给大家强调的 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包括丁酸那 饼酸那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个物质 这样的一个物质产生和肠道密切相关 这是我们人必须的 只要是他们在什么病都会好 大家是不是能理解一些了 首先说运动 是不是一个致病的因素 运动会导致你的身体更健康 这个当然我们说的是适量的运动 如果说过于追求极限运动的话呢 也会造成一些损伤 那么纯净生活也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人类不应该去过这种光吃不动 更不应该过胡吃不动的日子 但是我们现在的是不是太多的人 觉得自己是处于胡吃而不动的情况之下 觉得自己或者说你身边的人 有很多人处于胡吃而不动的情况之下的 打个一我看一下 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看到很多人属于胡吃而不动 就完全不懂得营养健康结构 是不是 是不是有很多人属于在这样一个状态 胡吃而不动 对吗 那么你觉得 你去哪里找丁酸 你去哪里找饼酸 你去哪里做这样的一些肠道功能的恢复 当你肠道的功能 刚才也讲的很明显的一句话 肠道 你受到的所有的刺激 都是食物在肠道当中进入了你的血液 这样的一些我们所说的促炎因子 它在你的血液当中就会流动起来 促炎因子的来源也给大家说了 包括丁酸的产生 它除了运动之外 还有一个方式 什么产生的 益生菌 好 什么让益生菌更容易产生呢 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纯净生活的第一条 限制精米白面 因为精米白面里边没有膳食纤维 限制糖 它给你提供的叫做什么呢 叫做多巴胺的分泌 它能够给你提供快乐 可以把精米白面糖 理解成为新型的毒品 甚至包括水果 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 就是上午有些伙伴说 我用香蕉补甲行不行 我为什么一定要反对 因为你为了补甲 你的香蕉的量半斤是不够的 任何水果的量半斤都不够 为什么让你们吃苹果 你们会发现苹果是一个没有特点的水果 大家是不是觉得苹果没有特点 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美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每天一个苹果不用找医生 为什么会把苹果摆到了这样高的一个位置 就是因为苹果它没有特点 但是它很均衡 大家能理解了吧 苹果是一个没有特点 但是它很均衡 而且大家会发现苹果 因为它里边含有着大量的果胶 含有着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你吃苹果你能吃饱 你吃草莓你吃不饱 刚才刚之 尤其是不能榨果汁 你啃一个苹果吃 大家会有一种饱腹感 就是你把苹果吃饱了 你在吃蔬菜 你在吃粮食的时候 你的量会下降一些 也就是说 它虽然说苹果也有热量 但是它的热量摄入之后 能够减少一些你其他食物的一个热量 这是苹果被我们作为营养学者 强力推荐的一个原因 而为什么不会推荐草莓呢 你知道你草莓能吃多少 你知道你西瓜能吃多少 觉得自己能干掉半个西瓜的 打个一打个二我看一下 能干掉半个西瓜 你知道半个西瓜的糖分 对于你来讲 带来的损伤会是巨大巨大的 因为它的量会被你不可控制的超了起来 但是你吃西瓜皮就吃不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有一些物质 你吃西瓜 为什么越吃越好吃 越吃越好吃 含糖量高 它所带来的这个奖励性的分泌 会不断的促进你 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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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的热量就会上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住 精米白面和我们所说的糖 甚至来不讲 你们讲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发现 你特别能吃牛奶 如果牛奶酸奶奶酪三个物质 或者我们再把黄油加上 这四个物质放在一起 你喝一瓶牛奶一定不是问题 但是你把同样的牛奶做成酸奶 你能把它吃完的难度就大了一些 你把它做成了奶酪 你再把它吃光的难度就会变得更大 而黄油同等体质下你吃不下去 大家有这种感觉没有 牛奶你能喝一瓶 但是酸奶你吃着就没有 如果不给你加糖 不许加糖 这个酸奶你吃的量就要受影响 这个同样的奶做成了奶酪 干燥成了奶酪 这个东西你去嚼着它吃的时候 你吃的量就会少 不对的 不是牛奶是液体 大脑来不及思考 不是这个原因 牛奶里边含有着大量的是乳糖成分 它是一个糖的成分 很多人对牛奶为什么成年之后还是喜欢喝奶 是因为你对糖的一种成瘾性 它是乳糖 它也是一种糖 当它发酵成酸奶之后 我不让你加糖 它的乳糖被分解成了乳酸 你入口的时候 你的味蕾得不到这个甜的刺激的时候 你大脑没有多巴胺的分泌 你不快乐 奶酪是什么呢 奶酪就是我们所说的酪蛋白 那么烙蛋白的特点是什么呢 有一点点的粘腻感 烙其实是个挺有点粘腻感的东西 但是牛奶的整体营养物质 就是在烙里边 我们通过发酵 把乳糖变成乳酸 然后脱去乳清 剩下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叫烙 黄油就更别说这是纯脂肪 大家吃的时候 所以你会发现 人体最容易让我们的食量扩大的 其实是糖 再给你们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有没有人觉得早上不吃饭 中午不饿 早上喝了一碗粥 中午会特别特别的饿 甚至十点钟不到就会饿 大家有这种感觉没有 早上吃了个包子 或者说早上吃了个粥 中午会特别特别的饿 怎么突然间到了公司 忙忙碌碌的 早上没吃饭 中午倒不饿了 有人用过这个感觉吗 明白了不 就是糖本身 这三个物质本身 它不具备任何的营养物质 但是呢 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 它拉高你胰岛素 它会你产生的一个精神奖励性四季 这不是营养物质 所以说不要吃淀粉 不要吃纯粹的精米白面和白糖 但是你如果选择了豆类 当然我说的是真正的豆类 你这种整全食物 燕麦类的食物的话 它自己的消化速度会变慢 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不喜欢吃这种东西 因为它不快乐 有没有人觉得下午茶吃块蛋糕 你会觉得内心很愉悦 这是人的奖励机制 因为在我们人类的基因当中 我们从几千年以前 你觉得人类能获取一点点甜的东西吗 什么东西是甜的 蜂蜜 这是人类能够获取的 唯一的一个甜的来源 水果都不算 你们去野外 捡的哪一个果子你能吃得下去 入口之后都是酸的不得了 所以说人类历史当中的发展基因当中 对于甜 它会强烈刺激你多吃多吃多吃 让你多存一些 能理解了吧 所以这是人的一个奖励中枢 就是你完全不需要这么多 因为人在历史当中 基因当中很少遇到甜 偶尔遇到多吃我存 这是对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天天遇到甜 但是你的基因没有变 吃的存 吃的存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食物 是我们肠道菌群不喜欢的 它不产生丁酸 它不产生饼酸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它产生的是一些中性脐胞 而我们为什么要建议大家 每天在饮食当中 一定要把豆类加进去 一定要把鹰嘴豆 这样的一个豆类加进去 这样的一些豆类 它自己当中 豆必有豆渣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现象 渣是什么 渣就是膳食纤维 你见过用大米能够做成包子 饺子很细腻很细腻 你谁见过把黄豆粉活成面 能够延展的开 它会掉的是稀了哗啦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些食物里边 它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 你们为什么不喜欢吃玉米饼 觉得它拉嗓子 但是拉嗓子才是粗纤维的特点 你们喜欢吃蛋挞 蛋挞放到嘴里边 你需要去咀嚼 需要去嚼吗 不需要吧 放到嘴里边 喊一会儿全化了 这就是糖的 精米白面的一个特征 米可以做米粉 可以做米糕 那么包括我们 可得把它做成打糕啊 很甜 很香 很好消化 但是这样的一个食物 记住 它培养不起来 膳食纤 培养不起来 你的益生菌 益生菌在它的代谢产物当中 就没有丁酸 那么你的身体的 整体的炎症反应 就是控制不住 大家听了这么多的课程 是不是理解了 纯净生活这15条 看着挺乱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第一条 限制精米白面 控制住你们的糖反应 控制住你大脑的奖励中枢 让你的总热量保持在一个恒定的限度上 那么第二个 限炎 只摄取优质脂肪 刚才在那篇视频当中也讲到了 优质脂肪到体内也会产生一些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 我们说的指的是什么呢 你吃黄豆 你吃黄豆 可以算作优质脂肪 你吃花生 你吃核桃 都可以算作优质脂肪 但是植物油属于垃圾脂肪 花生 整个吃 算优质脂肪 因为它除了脂肪之外 它有叶酸 有维生素 有植物蛋白 有很多东西 但是花生油里边 只有纯粹的脂肪了 而且在我们中式的烹饪当中 一旦高温就会产生一定量的反式脂肪酸 慢慢的累积就会影响身体 所以大家理解我们所说的优质脂肪是什么了吗 我们后面画的肉 我们后面画的巴丹姆 画的坚果 你整个吃坚果 整个吃肉 就是整个吃黄豆 通过植物本 哪怕你是吃鸡蛋 你去吃鱼 它里边都有脂肪 因为这种脂肪摄入的话 它带着维生素 带着蛋白 带着纤维 带着好多好的东西 给你综合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优质脂肪 因为这些到了你的体内 才是短炼脂肪酸的一个基础游览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适量运动 检查腰围 也是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强调的 其实纯净生活像刚才 华大基因的CEO 他们所讲的只是谈了一个单点的运动 但是任何一点点 我们都希望大家纳入到自己的综合生活当中来 运动本身 你比如说游泳 游泳就运动 就让我们的体内产生 以酸来讲 产生冰酸来讲 它是一个好的运动 运动 其实游泳还有一个好处 恢复我们的颈椎 但是游泳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容易造成皮肤性伤害和中耳炎 它的水毕竟是共用的 它里边要加一些消毒剂 你长期在水里边泡着的话 会损伤皮肤 所以说运动本身一定也要砸 我可以游泳 我可以跑步 你比如说登山 登山是一个运动 但是登山本身如果说山坡 坡度过陡 你在登起的这一刹那间 你的一个膝关节承担了你全身的重量 它会对膝关节有一定的损伤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任何的运动都是有利有弊 你要是选择运动去调整 也需要你懂很多很多 你至少要知道你的肌肉结构 哪两块肌肉是一个结抗关系 一个肌肉被拉长 就会有一个肌肉被缩短 你今天你练了二头 你的三头其实也在跟着训练 就是你要理解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方式 食物同样是这个道理 我们上午给大家讲的一些豆类的知识 豆类的一个主要作用 它就属于我们说的整全食物 尤其是在这两年 鹰嘴豆非常的流行 鹰嘴豆在一个核心价值当中 和我们的黄豆类似 但是为什么被称为豆中之王 我们下午的话把鹰嘴豆的故事 给大家讲一下 90年代初 我刚才讲过了 以色列和利班 两个一个国家做了一个10吨的 一个国家做了一个20吨的鹰嘴豆泥 来争夺世界第一 就是鹰嘴豆在西方国家属于一个 不算网红 属于一个标准化的食品 他们吃鹰嘴豆泥 就像我们中国人吃豆腐一样 你们会发现我的每一天的餐桌里边 都会有几种豆类 一个是豆腐是我常吃的 一个是发酵的豆腐乳是我常吃的 还有一个纳豆是我常吃的 像以后 因为像以前是我自己一个人用 我也不可能这么麻烦去生产 现在的话 因为我们平台当中有很多的伙伴 希望能够跟着我们一起获得健康 所以我也是按照自己的一些理念 生产了一些产品 以后你们就会发现 像八真羹也会在我的生活当中常见了 因为它里边的豆类的品种会更多 我也觉得更简单 因为我不可能每天吃杂粮饭 我也想吃吃面包 我也想吃吃别的东西 但是我只要是不吃杂粮饭 像黑豆红豆绿豆云豆 这个东西我可能就吃不着 所以说我也是以后可能会 比如说我吃面包 但我也挺开心 因为面包是里边我们说 它含有一些这种酸酸 但是我用豆来补点蓝氨酸 就是一个面包配一杯八真羹 我的维生素包括这些东西都比较完美了 鹰嘴豆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说了人类有八种 有人说是九种身体必须的氨基酸 鹰嘴豆里边一共有18种氨基酸 刚才我们说的这八种也好 九种也好 它都有 所以鹰嘴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氨基酸的结构 而且它里边也都是一些优质的氨基酸 包括叶酸维生素 钙等等这些东西 含量都比较好 都比较均衡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一个优质氨基酸来源 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要去吃一些所谓的高级食物 高级食物是什么呢 高级食物是一粒顶一堆 这就是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 大家很难吃全 但是氨基酸也好 维生素也好 就像我们昨天给大家讲过这个蛋白和小球藻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的价值 它也是同理 它是一个维生素矿物质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天然的维生素片 它每一个都有 这是我们推荐大家在当代这个社会忙起来的话 抓一点 放在嘴里来解决问题 那么鹰嘴豆的特征也是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里面也家里鹰嘴豆 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零食的鹰嘴豆 鹰嘴豆做起来也不麻烦 大家在自己做 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小豆子 你们在家里也能做 怎么做呢 鹰嘴豆买来之后浸泡10个小时 泡完10个小时之后 把水倒掉 然后鹰嘴豆的比较硬 大概要煮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是大概你自己要感受一下 一定要记住 煮的时候不要放盐 快熟的时候放一点点的盐 所以你们拿到我们这个包装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味道有一点点的咸 但是它含盐量很低 有一点咸 但是它的含盐量含钠量很低 就是要最后放 不要让这个盐煮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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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它里边所吸进去 这样的话它的盐度会高 因为你入口的时候口感是一瞬间的 你嚼了之后 其实它就在口腔当中 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像牛排的时候 就不要去腌 煎完了之后撒在上面一点点 你入口也是咸的 但是你的食用盐的量就会降下来 大家一方面可以用我们的成品 你要是怕麻烦 你要想自己做是这样做 鹰嘴豆浸泡十个小时 然后入锅煮 煮大概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 因为鹰嘴豆有大有小有品类 你摸一下 它只要软了可以了 然后最后临出锅之前的五六分钟 加点盐把它盛出来 盛出来之后晾干 晾干之后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进烤箱 把它在烤箱里面 大概要烤到四十分钟左右 就成了我们目前这样一个 比较酥香的一个状态 它的好处是什么 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即使当做零食去吃 你要记住一把鹰嘴豆 我这个还不够 要比我这个更多 我都是基本上你的手 能抓住的一把鹰嘴豆 只有一百卡的热量 就是你的手这么大 抓一把 你把它都吃了 你也就只有一百卡的热量 就它的热量很低 我们正常人的话 一天大概可以消耗掉 一千八百卡的热量 它热量很低 但是它的蛋白质很高 膳食纤维很多 饱腹感很强 而且它里边是什么呢 饱和脂肪酸有 单不饱和脂肪酸有 多不饱和脂肪酸含有 它是一个很全面的食物 就是我们所说的是 吃这一个东西 它里面又有脂肪 又有蛋白质 又有膳食纤维 就基本上可以当做主食 去考虑的 就比如说我今天 我办了一个沙拉 所以你在看 大家在办沙拉的时候 我沙拉上面撒一点点的 撒个一百克的鹰嘴豆 撒了一点点的这个红腰豆 那么我这个沙拉 我就可以没有面包 没有主食 也就蛮好的 所以有些时候呢 有些人把它做成了鹰嘴豆泥 同样是这个道理 就是我用这个菜 或者说我用一种什么样的食材 跟鹰嘴豆泥一起吃 但是鹰嘴豆泥呢 有一点不好含盐量会高 因为你被它已经打碎掉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我们所有吃的食物 要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 增加饱腹感 饱腹感就是让你不容易饿 这就有助于你控制体重吧 控制热量 还有是什么呢 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能够尽量多摄取营养物质 氨基酸 脂肪啊 包括又是优质脂肪 膳食纤维都能够摄取到 我们为什么非常反对大家喝饮料 我们在这个里边所说的是 每天充足饮水 充足饮水包括什么呢 茶 咖啡 还有水 绝不包括饮料 因为饮料属于一个只有热量 没有营养 包括大家所喝的奶茶 奶茶一杯 你们猜是多少 大家猜一猜 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的 加了芋泥的奶茶 大概有多少热量 一杯奶茶 芋泥就是芋头泥加的多一点点 一般的一杯奶茶 能到800卡热量 而这样的800卡热量 你吃下去之后 你不会有饱的感觉 这个才是说欺骗了我们的大脑 它是液态的咕咚咕咚咕咚 下去了 会产生大量的我们的这种热量 让你身体代谢困难 而鹰嘴豆这样的一个 是我们所推荐的健康零食 因为它很简单 就是豆 一点点的盐 然后煮熟了 烤干一下 方便大家存放 其实这样的一些方式的话 我们在生活当中 做食品烹饪的时候 常遇到 因为我们在夏天 有些时候在鸡尾虾 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会大量的去买这个虾 然后自己做虾干 方法也是一样 煮熟 然后用微波炉也行 用烤箱也行 把它再拖个水 然后就会变成了虾干 然后给孩子存起来 然后每天吃一点 每天吃一点 其实这都是以前的一些食物 延长保质期 储存 健康零食化的一个观点 包括我们说的紫菜和海苔 其实就是一个蔬菜和一个零食的一个过渡 大家在生活当中 要尽量给孩子 孩子想吃零食的话 尽量选择这样的一些零食 包括你们在办公室 然后烤多久的话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取决于你家里烤箱的温度 还有它的大小 还有你这个豆的大小 基本上是40分钟左右 因为你已经把它煮熟了 你烤的目的是脱水 但是这一点有一点麻烦是什么呢 水脱不干净 它容易变质 就是你要找到脱水 脱到完全彻底的干净 还有一个就是呢 又不要烤糊 其实它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像我们在家里有些时候 你炒花生米的时候 你要把它先拿水泡一泡 对吧 水泡过之后呢 你炒的时候 它容易酥香 因为就是你在外边 那个炒花生米的过程当中 它在水分在一点一点的挥发 其实花生米是靠你浸泡到里边的水分 把它自己弄熟的蒸发的这个过程 但是你要掌握的难点就是什么呢 水分要炒干 不炒干它不酥 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你不把它水分炒干 它不耐放 它容易变质 它毕竟还是炒的嘛 你如果炒干和炒糊 这个衔接点 你要自己 因为不同的烤箱 它还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不一样 大家自己去摸索一下 鹰嘴豆刚才说过了 它里边的氨基酸比较丰富 还有一个 它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这是一个含有亚油酸的食物 亚油酸 亚麻酸 包括β 那个骨骨醇 这都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生活里边 一定要注意的 鹰嘴豆和其他的豆类相比有一个特征 这个家伙没有党骨醇 就是它有着不饱和脂肪酸和18C酸 它没有党骨醇 所以说它是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膳食纤维 包括维生素的一个综合来源 比如它里边维生素A 维生素B1 鹅黄素 维生素E 烟酸 叶酸 都有 都是一个含量比较高的 还有一个 鹰嘴豆的生糖指数 也算是一个低生糖食物 所以说它自己的生糖指数也比较低 所以说它里边还有着 不被我们容易消化的 这种质量脂肪酸 是一个糖尿病患者非常适合的磨牙食物 为什么有个叫磨牙食物呢 因为糖尿病患者呢 我们以前做糖尿病专题教育的时候 就看到过很多人比较痛苦 吃不饱 那么吃不饱怎么办呢 就觉得以前不懂 大家总是觉得糖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危害 总是觉得主食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危害 所以我们非常痛苦的看到 很多糖尿病患者用花生瓜子来 冲击 就是我不敢吃馒头 我不敢吃大米饭 我不敢喝粥 我也不敢吃这种粮食的东西 吃什么呢 吃瓜子 吃花生 如果你们身边有糖尿病患者的话 一定要记住 糖尿病患者绝对不能这样吃 因为花生也好 瓜子也好 它本身就属于糖尿混合物 花生里边 瓜子里边又有脂肪 又有碳水合合物 而鹰嘴痘为什么可以 鹰嘴痘里边是直炼脂肪 吃都不辣了 吃了 吃 吃 感谢观看